白白胖胖的紅白湯圓分裝入袋 冬至遇上傳統市場修飾 業者還特地出來營業 因為家家戶戶都想在冬至 吃上一口暖心湯圓 今天是因為農地時期 所以市場是修飾 六點多就開始有人來了 冬至吃了就是你又年長一歲了 大部分的那個 因為我們是我們台灣的習俗 所以我們都 趕佛祖 這一天我也是要主席來撿 冬至暖胃的首選非湯圓莫屬 不過現在物價純純欲動 湯圓價格恐怕也水漲船高 很多業者其實漲價 對消費者影響也是滿大的 花生然後麵粉類也是都有 今年包裝盒子也都有漲價了 像一個盒子大概就差了快一塊錢 對 我們這是沒什麼東西 我們自己做的沒什麼東西 跟今年都一樣 公司的都有 雖然傳統湯圓漲勢直血 但上中倒字號 桂冠湯圓從一盒52元漲到60元 足足貴了8塊錢 花樣百變的草莓湯圓冰 原本小碗130元 現在只賣大碗 價格變為180元 從量販店超市一路到攤販 通通接力寒漲 草莓的成本是有做成長的部分 原物料有做成長 那所以價錢會做微調 那在湯圓的部分 它也是在糯米的部分 它也是有做微調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價格上會稍微移動一下 今年冬至恰巧碰上冷氣團來襲 想短心過傳統節日 恐怕得多精打細算 華語新聞陳妍為劉沛婷 台南報導 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 華語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